今天的嘉宾他是剧场界的重量级人物 所以你心里可能会问剧场 那么今天节目是不是很文艺高格调 听不懂 其实剧场不一定是取高和寡 或者是小众的 他的许多创作的题材 其实是相当大众化的 和电视圈或者是流行文化有关 这可能和他的创作灵感 源自生活是有关系的 所以人家看了他的作品 往往会发出会心的一笑 他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他喜欢在传统的元素当中 加入一些现代化的呈现手法 其实我今天有点紧张 别紧张 听说是要跟你学演戏 只要你愿意去补救 凡事都有解决的方法 来 再夸张点 可以 已经有那个味道出来了 我发现很多导演都很喜欢煮饭 然后你呢 我是微波罗天后的 我是吴文德 新加坡剧场工作者 他跌下来 他的手去抓那个墙壁 给他一下子才去踏它 戏剧是关于玩耍 我也希望在人生中不停地玩耍 找到新的元素和刺激 我觉得内容还要再丰富一下 那最后你们等到乐队完全没有声音之后 你们再下台 我是在11年前认识文德的 当时他是国庆庆典的创意总监 我是电视直播的现场庞树元 其实这些年来 文德一直从事剧场创作 毕竟是戏曲 很多时候我们是来听你们唱的 所以我们要在唱那边再要求高一点点 他是导演 也写剧本 也参与舞台设计 就像这一天 他正忙着倒一部潮剧 但是其实我听说 他听不懂潮州话 这座队伍安排我去看他彩排 同时还给了我一个任务 彩排还没开始 还没有 反正你来排练中生 其实我今天有点紧张 别紧张 因为我知道这座队伍有给我一个任务 听说是要跟你学演戏 演戏 我有准备一个题来考你 我看如何 好 这是我写的一个剧本 它应该是2009年 《永泄花》 背景是在清朝 关于清朝的五个女子 她们的故事 因为为了庆祝父亲的大寿 然后在那个封建的年代 这五个女孩子在男生的阴影下 如何去呈现这道很丰盛的喜宴 那个庆祝爸爸的事 从中看到他们的个性 看到他们的故事 所以我今天要演的这个角色是 《乌玉》 《乌玉》是剧里面的二姐 它是比较矜持 比较文静 可是内地里 就是心里 起伏蛮大的 然后里面还有说到 她跟她怎么改变 她的儿子的作品 这个行为 所以其实她也不是一个 超级戏剧性 可是就是说 她的内心戏蛮重的一段戏 她其实说到《永泄花》 她公演的时候 其实是以英语的方式 写的时候是用英语写的 后来因为我们受到中国的邀请 要去中国演出北京 然后我们就把它翻译成华语的剧本 去中国演出 刚才我们就先把剧本念一遍 然后念一遍 然后我们就听有什么方向可以走 有什么想法可以进行 好 我来 我们就念一遍 只要你愿意去补救 凡事都有解决的方法 若你用心耕耘与施肥 那植物就会成长 如果你将树皮搅碎 清洁和磨成浆 就可以制成纸张 坦若你全心全意去描绘和辉豪 你就能够完成一幅艺术作品 就这一段吧 好 我们读得很漂亮 可是可能戏剧上 我们就 它必须有一个角度 就是说它在一个怎么样的情绪 它在一个怎么样的状况下 所以我们可以设定 我们也不要管原来剧本怎么写 剧错是谁 不要管他 不过我是说我们可能定 比如说我们就定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不是一个很顺利的一天 可能工作压力很大 可是人家还是说 你最好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所以就在一个很憔悴的状况下 我们又要竭力地去说这段话 我们试试看那个演示 就是委屈 有委屈的心情 有委屈 被逼的心情 只要你愿意去补救 凡事都有解决的方法 来 再夸张点 可以了 已经有那个味道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赶赶放出来 只要你愿意去补救 凡事都有解决的方法 若你用心耕耘与施肥 那植物就会成长 如果你将树皮搅碎 洗洁和磨成浆 就可以制成纸张 倘若你全心全意去描绘和辉豪 就能够完成一幅艺术作品 对 因为我想 要不要用原来剧本的铺层 还是我们就设定一个给它去精神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你的形容词很好 就是一天工作下来 我很委屈 你还要我继续完成我的工作 对 我们要不要念下一段 好 我试一下 所以它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情绪 对 同意的女人 女人与我欲有一子 天生左撇子 违反了常态 为了纠正这可耻的习性 我不知经过了多少个躺泪失眠的夜晚 为了使她改用右手来进食 书写和玩乐 我用小竹条把她的左手的手指紧紧地捆绑住 不能够动弹 这方式叫我心如刀割 好 所以一个母亲要这样对付孩子 是万分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再去想象这个母亲 她的挣扎要做这么样的一个残酷的事情 对她的子女 对 来去念 文伟大人与我欲有一子 天生左撇子 违反了常态 为了纠正这可耻的习性 我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躺泪失眠的夜晚 为了使她改用右手来进食 书写和玩乐 我用小竹条把她的左手的手指紧紧地捆绑住 不能够动弹 这方式叫我心如刀割 但是为了保障她的未来 我必须忍耐 经过九个半月之后 她终于被纠正成一个正常的右撇子了 你看 凡事都能够解决 那我今天表现还可以吗 谢谢 谢谢 现在彩排的是情段昆仑舞剑 是根据梁语生的书籍 改变成了一个草剧 这很难得我们有整个舞台在这边 给我们彩排跟练习 在进入维多利亚剧演之前 因为可能这个舞台设计蛮复杂 高高低低的 对 我觉得蛮复杂 而且我们演员又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去熟悉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以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其实它很多时候是共用的 就是它可以是庭院 可以是阁楼旁边的石头 可以是山崖 所以需要靠一些想象 这么有声缩性 对 它是蛮有声缩性的 它算是一个底层 然后让我们加进那些 在剧院会飞进来的那些场景 然后有了那些场景的配合 我们就看得出 这是花园 这是森林 这是在悬崖边等等 你似乎是不太听得懂朝中话 对 还好有语言老师帮忙 还有助导帮忙 他们都是草语专家 我们当导演的 也不可能什么东西都会 有时候我们需要编排舞蹈的话 也要有舞蹈老师 语言也要语言老师 然后可能就是有不同的协助 来帮你完成导演的工作 这匹马在剧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剧本里面谈到一匹马 叫白龙马 它是个宝马 日行千里 然后可以沸腾 可以跑得很快 所以他们就千里头条 把它找来 然后为了把主人公带上悬崖 它还有长导 真的吗 要经过悬崖去它的目的地 它会经过暴风雨 所以这是一个很辛苦的马 要好好地照顾它 对 静看它真的是挺细致的 它的那个渣的工夫 真的不简单 然后花了多久的时间制作呢 这匹马 这匹马花了 可能设计有花几个月 然后真正制作可能有花一个月的时间 那你对它的视觉 因为你比较重视美感的话 你对它的整个形态或者设计有一些要求吗 因为我们就觉得可能把它做得一个很写实的马 也没什么味道 所以把骨骸给放在外面 然后把皮给放在那一边 所以它在舞台上 在着光 受光的时候 它就变成比较有质感 所以这质感会在舞台上特别有感觉 如果没有质感 把它做平了像真的马 其实它就很平庸 而且就可能很假 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假马 对 假马我们就让它的假的味道 让我们有一个想象空间 好过做得太正 我觉得它很像艺术品 对 我也希望它先跟你说 希望演出完好好帮你带回家 对 继续带回家 乌鸣岛 我来了几次 那么我们来到乌鸣岛 一般上是要探索这里的大自然 或者是体验这里的淳朴乡村生活 再不然就是吃吃海鲜 你可能不知道 这里其实有一个保存得 相当完好的戏台 文德会从事戏剧 和他从小就接触 接戏文化与关 因为他的妈妈 是福建戏班的明灵 他从小就要跟随妈妈 到处跑台 我觉得要做艺术工作 基本态度应该是乐观 就是想办法把一些逆境 转为顺境 想一些办法 把一些做不到的事情 把它完成 或者不要气馁地去找人家帮忙 或者是请教人家 总是能够走过去的 把作者当作 你成长的一个垫底吧 然后你这个垫底 就让你往上再爬 那爬的时候可能有点辛苦 可是你爬上去 你就看到了一片海过天空 对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场景呢 在庙的前面就有一个戏台 对 就是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长大 然后对这种感觉很熟悉 每次来这种地方就很感动 因为毕竟童年花太多时间 在这样的地方 是 那么旁边还有一些餐饮店 对 很多 所以我们小孩子就特别喜欢 他们那个仿造燕窝水 有蚵螺 有卖小糖果 还有卖去酒 我记得清汤 很多清汤 都是在这种戏台下有贩卖 然后当然看到很多小贩 那时还小就很兴奋 所以除了食物让你很怀念之外 还有什么是很让你怀念的呢 人 人气 我们华族文化很多是讲人气 当有庙画的时候就有人聚聚在一起 然后我们有装扮得很亮丽的演员 然后我们有观众 所以这种无形的交流对流 让我对于戏剧的想法看法 从小就很根深蒂固地直进去 所以一直以来就保持这种 跟观众有一个关系 我也知道就是说 那个戏台下面的空间 对你来说也特别有 那个回忆的价值 为什么 因为我小时候就跟他跑戏台 然后我们寻回马来西亚各大城市 然后母亲她在忙着演出化妆的时候 那我们就把我们放在摇篮里面 那摇篮就悬挂在街戏台下 然后我们就街戏艺人的孩子们 都是在街戏台下 所以我从出生的时候 就跟妈妈一直在舞台上 因为爸爸还做工 他跟着妈妈就在戏台上 所以你觉得街戏或你母亲 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其实街戏文化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影响了我的人生观 或者我的剧场观 也让我对新加坡的文化身相 有很深的一个 反反思思的一个想法 怎么说呢 毕竟在一看到我们街戏艺人画 这样的一直在退化 或者是渐渐的消失 然后你就会感到很伤心 然后你就会想到 新加坡很多东西都已失去了 然后那就影响到我的剧场 就是说我要尽量地 在我的作品里面讲这一回事 然后可以保留一些 我们的传统艺人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一些传统的一些作品 或者是我们自己捆身 传统文化的一些现象 戏台的后台和前台是怎么区分的呢 他们以这个衡量来看吧 这边挂了那个布幕 然后布幕后面就是后台 布幕前面就是前台表演的地方 就好像CG跟人生 共存在一个小小的建筑物里面 所以当时你小时候跟你妈妈 一起跑台的时候 你又干些什么呢 忙啊 就是其实我会希望知道 她今天演什么 办什么角色 或者跑去前台跟小朋友玩 跑去庙里面吃东西 你小时候有跑过龙套吗 有啊 在这些戏上长大 一定会跑龙套的 有时候演员不够或者是怎样 妈妈就会说不然你去演那个丫鬟 或者是扮小太监也有 所以就是要再上台去演戏 所以丫鬟就是你小时候像吗 你小时候没打扶子所以还好 但是是三四岁的时候 就是人家看到小孩子办什么都说 我如果自己也有一堂我自己做 有人说没人 你自己做一个店主 他也会出家的小孩 过去公园 过去开口 那就自然还是要唱歌 还有要人嫌 还有要抛费都会做 这不免得互败 这自然 所以当时也和姐姐一起 姐姐也有跑分到 对 姐姐也在舞台上 因为我们两个偶尔会有一些歌台的节目 然后我们两个也组成一对姐弟的一个 一个小组合 一个表演 对 表演 唱歌 歌台的意思是说就在演接戏之前 你们会唱歌 对 演接戏之前唱流行歌曲 好 所以你很小的时候就会唱歌了 那时会 现在不行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越越大越不能唱 反正倒是会导音乐剧 可是不会唱歌 你知道 在80年代 娃杨的观众变得比较多 所以我们要唱一首歌台 以流行歌曲 舞台歌曲 那你觉得剃头刀 传达了哪些传统价值观呢 剃头刀它里面说了就是 依据我妈妈的故事 就是说它成长过程 跟它怎么学习成为明灵的一个故事 为背景 其实它说的是新加坡的演变 跟文化现象的转变 跟我们以前那么爱新加坡的阶系 现在怎么把它遗忘了 然后看到了不同的价值观 我希望做一部充满正能量的戏 来鼓励人们 就是说无论在多艰巨的一个生活情况里面 你一定要不断地努力 而且把理想目标定得明确一点 然后去追求它 通过妈妈故事来启发人家 Thank you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for supporting T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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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Madam Una Cham on stag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其实整部戏也看到了新旧 就是新加坡的旧面貌和新面貌 和现代的一个对比 对比 这也是你经常喜欢用的一个手法 对 比如说现在在雾鸣岛看到旧戏台 就是我对旧的东西就有缅怀 也不是说只是单单的要保留旧 可是不保留是不行的 我们一直说不去除旧 那里没有新呢 可是我觉得不是的 一切都要有一个阴跟阳 一切都有一个平衡 然后一个社会的发展 如果没有平衡 那就完全完蛋了 那Tito他在1994年首演之后 其实后来重演了七次 那接下来有没有新的想法 想要用不同的形式 让这出戏有不同的一个方式 或面貌呈现给观众 这部制作相当有福气 一再重演之后 接下来我也希望看到他与不同媒体 然后和新传媒也是有一个合作 把它拍成13集的电视连续剧 然后我也希望在拍完13集的连续剧 把它剪成一个电影版本 希望他能够和更多人分享 分享这个故事 阿爸看着我然后说 你怎么回事 阿哥 你很厉害 阿爸问 你什么叫她 阿爸吓了他的肩膀 然后他感到饿了 他进了厨房 他拿了一大碗 豆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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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称 那在你的作品当中 其实我可以看到有好些的音乐的元素 所以这是不是跟你以前有唱过歌的关系呢 我相信音乐离不开我的创作 真的在戏曲里面也是50%吧 或者是至少的40%是音乐为主 这个音乐在我生命中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会导很多音乐剧 歌舞剧 接下来也会创作很多以音乐为主的剧本 那在选择音乐方面呢 或歌曲方面有没有偏好呢 其实随着时间的改变 就那个倾向会 或者是那个爱爱好会有点不一样 我还蛮在乎说 当下走的是什么音乐的一个趋势 听说你小时候的志愿是 当男高音是吗 对 那是从小的第一心愿 就是要当一个伟大的男高音 可是就是发育过后破了声 我的唱歌的嗓子完全消失了 就变成这个老母鸭的声音 所以就不能唱歌了 所以一直以来都觉得是一个遗憾 大概一个星期会来一两回 主要是这里没张爱 就是也不会太多人 感觉蛮自由的 我通常在可能骑脚车的时候 游泳的时候一切都能够解决了 所以我们喜欢动一动 然后把一些想法理清楚 那有哪一部戏是你在运动的时候想出来的灵感吗 我记得有一部音乐剧叫大错车 它是取材自一个八十年代的电影 然后我们重排它富于新生命 那时就真的骑了很多脚车 然后我们在骑脚车当时就想象了很多铁塔 好像把人困住 那演员也有在铁塔里面穿梭等等 就组成了很多舞台上的画面 去拍这个音乐剧 后来效果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十分满意的 我没有把这部戏带去上海跟观众交流 那是新加坡华语音乐剧 第一次这么大的团队到中国演出 欢迎收看由新传媒为你呈现的国庆庆典2008电视直播 我是董苏华 今年是我们第二年在滨海湾庆祝国庆 今年庆典的主题是师承精神放逸彩 那其实说到我和你的就是第一次接触 其实就是在十一年前 2008年的时候的国庆庆典 那么你也担任了国庆庆典三次的创业总监 2007、2008然后还有一个2017 所以如果这三年你最喜欢是哪一年 这三年我最喜欢哪一年 就是说你的可能在创业上 还是07吧 还是07 因为真的是在很不知道 要怎么样去想象它的成效是怎样的一个状况下 创作出来的东西 然后让你有无比的惊喜 那惊喜让你惊吓自己一辈子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在 那时候好像是35岁吧 我觉得他们疯了 因为我没有导过国庆 而且那时候是体育场关了 国家体育场 然后就在滨海城就见到一个浮动舞台 它开幕的时候有很多在水上面飘进来的那个水母 那个好难做 它是一个气球体 然后我们摆了很重的布 然后靠一个小船去拉它 所以那时候风向也是问题 然后会把整个船给掀起来也是个问题 然后如何让水母长得像水母也是问题 所以我们好多这些创作都不容易 又要用水 又要用浮动舞台 又要用四周围的整个环境 很考验整个团队了 其实 那我记得就是去年你导了一部天才奇心 它相当卖座 其实以前是没有那么多播到的 只有四个 第八播到 第五播到 还有马来西亚的RDM1和RDM2 对啊 所以很多家庭都固定看同一个播到 同一个节目 很多剧情 对白 广告 大家都很熟悉的 一定会一起讨论 它是以电视发展室作为主题 为什么会选用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那是我们希望勾起人家对电视文化的回忆 我们那时候也是发现 我们很多新加坡观众 可能忘记我们自己的电视文化有多么可爱 多么培养我们度过了多么多的欢愉的时光 那个整天伤脑筋的梁西亚 是阿姨的老祖宗 那你们就错了 真正的阿姨十足不是她 也不是阿姨露西 那是谁 是画量 我来教你中国 来吧 宇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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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good good 桌子 我们好像一直在往外国的作品看的时候 可能要提醒大家说 我们自身的这个电视文化 是那么样的浪漫 那么样的美妙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不是梁婆婆 我是梁志强的老婆 这期讲了我都不好意思 我们那时创作这些 也没想到说可能会得到那么好的回响 可是我觉得他的确点到很多人的那个共同的回忆 然后导致很多人来参与看演出 目前我们在策划新加坡艺术节的演出 南科一梦之一梦 现代演员要接触四百年前的文字 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所以今天把他们来是想可能吓他们一回 也不是啦 就是让他们体验一回 让我们开始好像拨了一个种子进去我们脑里面 让他们开始慢慢地成长 了解 认识这些语言背后的文字的生命 这些文字后面的那些理念 意思 画面是什么 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去了解的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感觉你就是很喜欢做一些新尝试 也不吝啬给新人机会 为什么是有这样的 这么愿意给新人机会呢 是因为你自身的经历的关系吗 应该是吧 因为当我从南辖艺术学院毕业的时候 郭宝贺老师给我很多机会 还有其他的老师 还有好像杜国卫老师 蔡淑彭老师 大家都很大方地给后辈提鞋栽培 换你手啦 这手都不好听了 那要看蔡老大 试试看 当我们有这个能力跟这个机会的时候 或者是能够赋予人家一些平台的时候 我觉得我会有权利地这样做 所以你不会介意说你培训了一个新人 然后他过一阵子就离开 完全没有这样子 我完全要他离开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 不是保留或者占有他的天赋 而是给他一个平台 让他能够站稳罢了 你在剧场工作的起点是实践剧场 可以谈谈你和你的启蒙老师 郭宝贺老师的关系呢 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触现代戏剧 或者是现场的话剧的表演 就是看郭宝贺老师的戏 寻找小包的妈妈 等下过了其实一两个星期 我就去报名他们的成员 算是团员吧 然后那时候就见到了郭宝贺老师 在实践的日子里面 从他怎么去管理实践 或者是怎么训练演员 他很喜欢我们问题 然后通常不给我们答案 所以就是我们这种小脑袋 就被他折磨到很辛苦 就是得不到答案 可是你就在一个很渴望知识的年龄 你就会不断地自己在思索 经过了郭宝贺老师的那些日子 让我们有更大的信心 写自己的剧本 或者导自己的戏 甚至成立自己的剧团 所以你觉得你在哪方面 受到他的影响是最大的 郭老师 他跟我们在进行戏剧排练的时候 他是完全参与的 就是他穿着小背心 然后就跟我们一起翻 一起滚 让我们能够互相地 在一个一样的基础里面 去理解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式 让大家都觉得 大家可以贡献跟发挥 跟说出自己的想法跟做法 从庞哥B当华德西大跑后台 到今天的金牌经理人 我的词译里面 从来没有Salander这个字 也没有Sally这个字 温行 秋瓜 师傅公 秋瓜 今天有女生会议 历青是我们的代表 因为你的脸像那个便宜的游击 那支游击由Michelin One Star 我 Mickey Lim Want to be a star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文德的呢 那是1990年的时候吧 当时我要暴露年龄 对吗 几岁呢 16岁 16岁 对 为什么会结识她呢 那时候其实那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舞台剧的演出 那时候我还记得是 《时间剧团》的世界首演的一个排列 就《老酒》 那时候还是一个不是音乐剧版 反而是舞台剧的那个话剧版本 那当时候我就想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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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镜吧 就试试看 就来 来 睁眼这个《老酒》 这边就是史达夫艺术中心 那么《时间剧场》就在二楼这个地方 那我跟文德呢 以前小说的常在这个地方排练啊 活动啊 都在这里 所以是在《时间剧》的时候 遇到文德的吗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是同样在拍这部戏 但是他在这之前呢 他其实已经算是《时间剧》的一个 学习跟实习 从那个演出完了之后就发现 原来我们十多二十人 其实在合作上 理念上都很相似 也因此呢就存在在1990年 7月7号的时候 晚间7点07分的时候 我们就创团了 那时候是《时间剧场》 而且那时候我是年纪最小的 十六岁是最小的成员 对 这每次到了周末的时候 这边排戏是非常挑战性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每一个团体 都会出现了嘛 然后就有音乐的 有不同民族的音乐 然后有华乐 有排练的 有发声的 非常热闹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改变蛮大的 比方说这个空间 以前是没有走到的 这边窗口 一下来 那旁边你就看到 就是那种舞蹈室里面的那个 跳舞的那个包 半脸舞的那个杆 杆 没错 就这边开着窗口 这道门里面发生了一切 很多 我的第一次 对 比方说我第一次 来争选踏入这个巨坛 第一道门打开了就这个 然后第一次跟郭宝库合作 第一次跟吴文德认识 也是在这个房间里面 无数的第一次 没错 所以你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你认识他这么久了 作为一个朋友 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好人 非常好人 他是一个心很大的一个人 我有一个非常比较私密的一个故事 可以分享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认识的 就是在16岁嘛 当时16岁嘛 当时16岁 那大家在什么年 什么阶段 考试 考试的时候 对啊 考试的阶段 那因为那时候我爸 也很早就去世了嘛 就剩下我妈单亲的 把我们三个孩子 怎样长大 所以家境在某程 就是它还是比较穷一些 但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 考费嘛 要还学费 好像是两百多块 还是百多块 就考试要交的一笔考费 对 然后我的那个 我的薪资 就是交补习的那个钱 要月底才能够拿到 那个时候我们也好像 是在工作的一个 也是在排戏嘛 那我就突然间就跟他说 我们应该交学费 我才没有钱 就纯粹这么说而已 然后他就二话也不说 你第二天 明天你六点半的时候 红帽桥的巴士车站 我也那时候住红帽桥 就傻傻的就好了 就等一会 结果他一来 直接去巴士转换站那边 附近就有一个ETM了 提了钱交了给我 好 他上学 我也上学 那天我就交了学 所以你当时 当下的心情是什么 感恩 感激 有没有真的 没有 我类不轻抬 但这种感动其实到了这么多年下来 我跟他的友情也是大概三十年 这个东西是很难抹灭 而且这个他愿意帮人的心 跟他二话不说的那种情 而且那时候他也是学生 他虽然是有奖学金 可是还是学生 对吗 对 那他为什么要帮这个朋友 所以一两百块也是蛮多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是也帮了我很大 所以你有什么话想对文德说的吗 减肥 他帮了你这么多年就叫他剪辑 我觉得本来是朋友嘛 不是啦 我觉得主要还是他的健康这方面 到了中年的时候 该高的都高了 然后有些东西居高不下的时候 我们就要检查一下 因为他太爱吃了 我期待的是看到以后 你的那个剧本全集的印刷 我要买猪手 一只鲜有肉一点的 漂亮 然后再来一个猪腿肉 差不多十块 脸皮 所以全部要切小块 OK 谢谢 拜拜 今天要煮的是猪脚醋 给朋友们吃 来我熟悉的摊位 买猪肉 现在还要去买别的东西 看点有够不好做 三个鸡鸡鸡去骨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看先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OK 可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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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 谢谢你 拜拜 Eliz菜 superior鸡鱼� 然后马ей deixлат 伊贝 Tribe 付过来就会脑 appropriate 鲍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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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 多少钱? 33块 我要买水果 给我那个黄色的木瓜一片 黄梨两片 白色的龙珠果有没有 草莓一盒 草莓一盒 都可以了 来吧,拿来吃饭 多少钱? 送你吃饭 感谢 谢谢 你好 你好 欢迎 好香,你在煮饭吗 对,正在煮饭 今天要煮什么饭 今天煮了几道传统佳肴 还有蒸鸡肉 还有猪脚醋 还做了一个小甜品 所以你平时都这么爱下厨 有控制一下 也算是一种工作以外的挑剂吧 那煮饭和导戏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 很多相似的地方 好像我们导戏 必须务事演员 选择题材 然后剧本方面也要筛选 就是跟煮一道菜一样 要想什么食材 然后为谁而煮 然后怎么样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就是要有最终的画面 就是最终画面 然后才让你回去开始准备 所以它整个步骤是蛮像的 所以我发现很多导演都很喜欢煮饭 除了下厨 我也知道其实你也就是享受吃 而且也喜欢喂饱别人 是不是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这个喜欢喂人家的 这个习惯是从哪里来的 不过总是特别开心 看到人家吃你的食物 或者煮了一大锅粥 或者炒了一大锅的米粉给演员吃 好开心 也许是一种跟人与人的联系吧 我们做导演的 其实每天都要跟那么多人工作 然后有时候 我觉得食物有一种魔力 有一种魅力 它就是能够联系人家 它不只收复你的腹 也渐渐地收复你的心 完全能够马上打破隔阂 然后大家都融为一体 然后你呢 你自己在家里会不会也下下厨 我是微波炉天后的 所以我很多道菜都是用微波炉烹煮的 我一个星期可能会煮两三次 然后准备自己的午餐 你要我帮你做些什么吗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现在要不要帮我切 切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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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最基本切葱 最基本的来自来的 没有要切特定的那个尺寸吗 我没有 没有按照 那就 那 2mm each 这样 借我一把尺 那 2mm 这个 讨论王汉多利 不行吧 可是其实厨房最好的那个 我们量东西的方法 或者是趁东西的方法 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阿嘎 我问俊威 我问他也不知道他 他不在新加坡了 对啊 等下好几个会我过来吃 那个都没 吃饭了 我朋友了 我来了 她是Coreen Linda 你好 你好 这是我们经常吃喝玩乐的朋友 所以有认识多久了吗 有二十年的 有十多年的 有差不多十年了 都是蛮老的朋友 所以经常会聚在一起吃饭 经常吃 对 有时候生日 不然就是小聚会 不然他们也会来我家吃 所以你对他的厨艺有什么平衡呢 非常有信心 我们常常去他家吃 他常常煮给我们吃都很好吃 每次都有惊喜 真的吗 即使是 是每一次那个菜色都不一样 所以至今最难忘的是你一餐 最难忘 太多了吧 太多了 你是说好吃的 我内外好吃 对我来讲就是刚刚过年的那个新年的那一顿 因为我们很少能够整群人一起聚在一起 有二十个人吗 那时候有十多了吧 十多个人 十多个人 都是Toy的老橙子 对 一起工作过 一起演戏过 做戏的 这样 所以那个对我来讲 真的比较难忘的 他们也 已经不经常在Toy活动了 可是我们的友情还是在 就是说 以前是在Toyland市 可是现在不在Toyland 我们还是保持联络 那是很难得的 是 所以我们戏剧中人是有情的 不是无情的 对 并非戏子无情 对 我没有人觉得我严肃 其实很扭中 其实是蛮好笑的 对 就是散巴 散巴 对 那我们来祝福你们友谊万岁 谢谢 其实这十年后再见到她 她在外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不过我相信她在艺术的造诣上 或者是事业的发展上 都又跨前了一步 这几天的接触之后 我进一步认识了她 才发现原来她很爱吃 而且很会煮饭 不过说实在的 同她的朋友接触之后 和她聊起吴文德这个人的时候 他们都说她是自由生 从小成绩就很好 不过她十多岁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要什么 她选择不上大学 而是上美专 而且一份工作就做到今天 其实她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 她不会因为自己走的路 和别人不一样而放弃 真的就是有理想就应该去追 有目标就要勇往直前 永远散发正能量 我们的周围需要更多这样的人 就像在那一边 我看家长给她最高的 那在那边多少钱 就一个一颗 就一个一颗 就一个 就一个 那一个 8毛 0.0.0 5毛 骨头的45毛 我吃过很好吃 菜 来自台湾 它的唐辛 是一般以前對皮膠的皮膚太好吃 得到吃到唐辛